你說要讓你們吃一頓好的嗎 我不行 我們節目如果吐 應該是沒關係的 我跟你講 不是花牛飯嗎 對 這個超好吃的 給你們看 我來試試看 不好意思 什麼問題啊 姐,你不要來試試 他滿用力的 我不要 等一下,他現在正在脫... 他的鼓掉了 加油 不要... 跑掉了 不要... 我為什麼... 好險 好累 對,要站一排 要站一排 李毅同學 翁中作語 怎麼會結他了 結他了 他輪我自己跳了 你講什麼,你講什麼 我累了嗎 你們應該是玩得很開心的吧 很開心... 是吧 還不錯,真的 滿好玩的 只是文綺會少一集的酬勞 因為那個GoPro給人 那個H&K給人家 很快,這種不見 我真的,我傻眼耶 等一下,GoPro不見了 所以文綺是覺得是好玩的 好玩的啊 妳第一天 我們是不是吃到快瘋了 對,第一天 吃幾拖 最少五拖 每一個點幾乎吃 曉玲,妳是不是也是有吃吃之力 吃吃 然後做一做手作 我今天一大早 我想說小藝同學 還是說大家吃早餐 包哥想說不要再來 我到時候又撐了 我就只吃一個荷包蛋 我就出門 他吃吃蛋 我是認為是吃吃之力 我坦白講 因為他就懂吃嘛 對,我本來也這樣認為 懂吃力量的 會後來變 我又沒落水 我整個褲子的內褲都死了 好,而且很累 載妳真的要去吃東西 真的嗎 漂亮 然後那一家店是我自己 蠻喜歡的一個店 就是我來花蓮 一定都會來吃 一定來吃 它是個甜食 甜食的 然後但是因為你看 連我這個不愛吃甜食的 我來都會去吃 我吃,甜食我吃 對 甜食我是不吃 但是問題是我 你把出來外面 什麼都吃 來,到了喔 對 有 最期待的 我跟你講這一家冰店 真的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 然後因為它裡面很多東西 都是老闆自己做的 所以有沒有 我的簽名就在這裡 謝謝老闆 來 老闆 你好 我最喜歡那個昏桂 昏桂跟黑糖糕 其實也是他自己做的 要不要都來吃一點 我要 昏桂跟黑糖糕好 姐姐不吃冰嘛 比較少吃冰的話 對 我們這邊有豆花跟紅豆胎 我們不能吃豆類 對,芋頭牛奶好 那我們可以點芋頭鮮奶 對,它那芋頭鮮奶很好 對 然後哥要吃什麼 水果呢嗎 好,芒果冰來一個 跟一個有一個 驚奇冰是他們都會幫你配 憑我們服務人員的心情 他要不然也配 如果他今天心情不好 可能就是給你 那配一個驚奇冰 你麻煩酸一點 好,不… 不要啦 沒有,驚奇冰不要太酸的 不要太酸的 因為我不敢吃酸 還有一個驚奇冰 一個芒果冰 那你要什麼 我…那我吃紅豆好了 吃不吃 吃一下它這個黑糖糕 這個東西我覺得它比 澎湖的還要好吃 我… 我一點點 我餵你 一點點 好,吃吃看 它的黑糖糕是好吃的 不是太甜的那一種 不是,好Q喔 很甜喔 它這個黑糖糕是好吃的 對啊,來 有味道 不要 昏桂為什麼是黃色的 芝芝花 對,芝芝花 它是一種 山芝芝的它的果實 一種中藥 它本身中藥是黃色的 它吃了 它會降火氣 幫你用 昏桂是老闆手工做 而且昏桂其實不好做 它會隨著天氣的 一些濕度不大一樣 去調整 因為我很想吃甜的 但我來這邊我就會吃 對啊,因為我也不吃甜的 出來玩就是百無盡禁 我比較好奇是 你們小時候有自己喜歡 夏天的冰品或是一些 南部的那種四果冰 鹹酸冰要四果冰 小時候有吃啊 四果冰 還有一個 我想... 還有一個叫 越劍冰有吃過嗎 越劍冰 對,有金的芒果 真的 這是我們的驚奇冰 所以... 它的運氣很厲害哦 所以 今天工具情很好 原來非常好 這個給小黎 玉泥牛奶 玉泥牛奶 對 那個留一點給我喝 不然再點一杯給你 好 再點一杯那個 再一杯 那個絕對香濃甜 哇 有 有沒有吃到顆粒 很過癮哦 有顆粒 只要上耳鮮 舌頭一夾 綿料 掛掉 黏掉就很棒 玉泥味好濃哦 表示它打得很綿密 介紹得很... 介紹得很棒哦 所以這家是我自己很喜歡的冰店 就是我只要來都會推薦給大家 紅豆也好Q哦 所以我這樣有做錯事嗎 沒有 我做再多錯事 你都願意原諒我了吧 沒有...這個太棒了 這完全拉乾 我就講 這個... 如果是真的是... 得分 得2分 總分100分 2分 還要玩笑 我們李懿介紹的這點怎麼樣 不錯 真的不錯 好消暑 就是每個都... 都廣話 我剛剛又消暑 又飽足感 對 吃甜品也吃到這種飽足感 你知道嗎 幾十塊而已 可是得到超過了幾塊嘛 對啊 它這個... 它那湯圓 好像是外面的兩倍大 這家冰店真的不錯 我自己很喜歡 聽來到花蓮 像我們介紹幾個景點 很值得大家一定要去試試看 現在花蓮很需要 大家來這邊走一走 我們這次介紹有很多 就是不知道了 對啊 都是比較三月才開的 都很新 對 都很新 我真的很喜歡吃什麼紅豆綠豆 昏桂 我想不到他們會賣昏桂 因為這是我從小的記憶 而且它不是只有昏桂 它還有黑糖粿 哇塞 還有麵包 你知道那個整個都打開 我小時候的印象 我吃到這個完全都不知道 我上一半落水有多狼狽 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天啊一哥 完全的拉桿 哇 太棒了 這個行程 所以覺得整個非常的開心 直到開心完了之後看到 老闆怎麼爆了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 雞 好 介紹我們的新朋友給你們看 好 真是的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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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摸哦 好像寶寶一樣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還有個怪癖 好 等一下 你看那邊還來一隻 那邊又一隻 老闆有什麼問題啊 不是 他自己 他講超多這種冷血的動物 老闆 你這叫什麼龜 他叫蘇卡達象龜 這隻是什麼 這隻是南美西 可以摸嗎 可以 他好乖哦 什麼種感覺 好像蛇哦 Oh my God 蛇 好像蛇哦 蛇它是有靈變的 它沒有靈變 來 我摸一下 我剛剛幫他洗過澡 你知道它是像珍珠耶 我這樣要講 一顆一顆耶 就是有一種 我們也有一種做皮夾的 什麼珍珠魚皮什麼 對 泰國的那個 很多的那個珍珠魚皮嗎 它還滿溫馴的 它這現在有點 剛抓起來有點糟糕 它旁邊 它旁邊是為什麼 是剛剛偷吃的什麼 因為有的 因為它是 對 這是種種的 它是公的 它是公的 生氣 公的它會有腮幫子 母的就少這兩塊這樣 我有一個為我們 它的性格特徵 它是不是生氣啊 看一下 有點躁動 它這樣下來 對啊 它這樣下來 好 那OK 對 看一下烏龜 看一下烏龜 這個 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還有等一下 可以摸 烏龜在吃東西 它真的滿用力的耶 它是吃素的 對 它吃素 它這種虛是雜食的 Oh my God 姐 妳要不要來試試 它滿用力的 我不想 等一下 它現在正在脫皮 脫皮 它正在脫皮 它正在找地方 真的 它的皮掉了 它的皮掉了 有沒有 它真的在脫皮耶 其實我不怕啦 這麼多年了嘛 做外景節目 我們也是去鱷魚大王也好 去取鴕鳥也好 又碰到小獅子也好 只要有人訓練過 或是說它會告訴你什麼安全 或是你不要做什麼舉動 其實都是很安全的 包括蜥蜴 蜥蜴雖然是人間 長得很兇猛 其實很溫泉 現在是想睡覺了嗎 各位 吃太飽 剉冰當真餐吃 你們可以吃冰吃到飽 對 太飽了 老闆太大氣了 真才是 包哥好喜歡那個芋頭餡 那個 你們在把玩的時候 我就一個人默默在那邊吸 我吸到底吸光 還發生 那個聲音 整杯剋掉 剋掉 我把那隻烏龜抱起來 它怎麼會有一個 我以為它都痛 原來是你的犧牲 對... 來... 接下來我們要去這個地方呢 還有地方 我不想要再嚇你們了 我覺得真的就是在讓你們 好好的 睡覺 沒有啦 絕對睡覺 吃頓飯 好不好 我們要不要吃 我們要不要吃飽了哥 好飽 那個是甜點的胃 我們現在接下來要吃正餐的胃 正餐 對 因為我想要帶你們去 我一個朋友家 然後他那個 他今天弄的一個民宿很漂亮 那我們去那邊吃飯之前呢 我想要帶你們去 花蓮這邊其實很多人都會去的 一個市場 一個黃昏市場 黃昏市場 買東西 會有黃昏市場 對 這個市場也有一些比較特別是 它裡面有一個那個 原住民野菜一條街 就是它裡面有很多阿美族他們自己 有些是他們種植的 有些是他們自己採收的 一些菜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看一下 逛一逛這樣 這是我最愛的 買一些好吃 因為原來這麼很多野菜 我一定也沒看過 你又會沒看過 又好奇吧 對啊 我這個小魚 因為想買來吃 誰煮給我們吃呢 所以就黃昏市場 這邊都是那個耶 熟食 別人好多喔 真的 這邊就是吉安的黃昏市場 真的嗎 對 今天特別多人耶 對 熱鬧耶 通常是各樣啦 都有 對 你知道我去逛川廠市場 最壞的地方就是 什麼都想買 你有發現嗎 會少了很多 對啊 雞肉 你看 就想要做個雞肉給你們吃這樣 熟了 熟食 我最喜歡買他們的吉安 他們的很便宜 吉安呢 吉安要怎麼買 一斤一百九 一斤一百九 對 可以幫我們切嗎 可以啊 好啊 要不要 來個一斤 幾斤 幾斤這麼多 對啊 這個當零嘴吃啊 也不會胖 因為你每次生氣 臉都這樣 驚一樣揍起來 不是 這樣揍起來 不是啊 當然我是那個熟食的 熟食的 熟食的 我們喜歡吃那個 那你喜歡吃滷味嗎 你們喜歡吃滷味嗎 我喜歡吃 還可以還不錯 這邊有一家滷味其實還不錯 真的嗎 對啊 我們買點滷味 老闆你好 有驚嗎 這家車有啊 我要吃驚 你看 好吃 跟你的臉一樣都揍起來 有什麼好吃的 有什麼好吃的 都滿好吃的 都滿好吃 不行 哪有這樣子的 這幾下 推薦一下 豬劍 豬劍 豬舌頭 你有沒有 滿多東西都已經賣完了 豬皮有嗎 百葉豆腐賣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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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有嗎 翅膀 翅膀 又賣完 好多賣完耶 來個六支 有一些 通常說一人一隻蹭 因為褲子也比較有可能 這樣子 對 對 他們生意很好耶 黃昏市場 開市沒有多久嗎 幾點開市 三點 對 差不多三點 到三點半才會 再多一個豆開 這樣全部上台好不好 好 好 笑了 我後來想吃米雪 你願意送我一個米雪嗎 可以啊 真的 兩片可以 兩片 老闆大氣 對啊 謝謝老闆 好像大氣 真可愛 這滷味超便宜的耶 像三大盒的這樣很快 對啊 真的是修復性 而且我們老闆又帥 你看身材 你是不是有練坦白講 有啊 有啊 你看他那個 他這個曲線 線頭 對,這個是 謝謝 來 謝謝你 好 真心囉 謝謝 拜拜 我們再跟著走 這裡 還有一家啊 鹹豬肉啊 鹹豬肉吃吧 鹹豬肉吃吧 好香哦 很香 是用炭烤的嗎 是 那個 我試好的,紅外線烤的 紅外線,來 沒有,我先不沾 坐好 OK哦 天香哦 天香,它是比較在遠一點 遠一點的,還是在近一點的 對 我剛剛也是想說 我就知道你們要講這個 好,來 謝謝 我看,手燙的更好吃 我想要吃這個厚一點的 我很少在吃鹹豬肉的 因為我覺得它很鹹 可是 哇 哇,好漂亮 好漂亮啊 要不然你吃個味 好 對 你要不要買一點 正點 這個加一點蒜頭 然後檸檬 真的好吃 不一樣 好 那我們買一條 生意新龍 對 好 就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原住民野菜文化美食 哇 厲害囉 老闆有什麼菜 是一定要吃的 一定要吃的 對 就是不要,也特殊 也好吃 我昨天想問 我昨天那道菜裡面 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什麼 車輪苦瓜 車輪苦瓜 它是苦茄 那吃起來像什麼 那苦茄 就是苦瓜 苦瓜的味道 這金狗毛是不是 不是 這個叫鳳尾爵 鳳尾爵 對 要稍微有一點海拔高一點 涼一點的地方 才有 這個差不多意思也是 但是 對,它是苦的 姐,我覺得除了野菜之外 我看到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你之前有聊過說 你敢吃一些蟲 吃一些什麼 這個嗎 不是,但我跟你講 我找了一整個市場裡面 真的都沒有 可是有一個東西我覺得很適合你 蝸牛蛋是不是 對,就那一個 就這個 對 我跟你講,這個超好吃的 對 這個超好吃的 蝸牛的這個後面這個 黃的那個 尾巴的那個 這個很少 這個很好吃 我以為是蠶泳耶 不是 不是蠶泳 我們這邊有超好的 你要不要吃 你要不要嘗嘗看 蠶一下 你要不要吃吃看 你敢吃 這個我吃過 這個其實偏好吃 我不敢吃 我真的不敢吃 超好的耶 會你準備的 它這個真的偏好吃 這個還要看季節跟看時間 對 因為手工在那邊 冬天它軟跟油會比較少 謝謝 它吃起來就很像魚卵這樣子 是淡的那種感覺 魚卵我也沒辦法 這是螺肉的尾巴 它的油跟那個軟 QQ的 它的高鑽塔 我需要用高鑽塔來壓一下 味道 味道 我會怕 不會啊 它沒有什麼味道啊 它沒有味道 就是有點像魚卵的味道 QQ的味道 但是那個吃起來真的 有點像那個 真的像那個啦 油脂 不是你便當裡面那個海龍那個味道 海龍 對啦 這個有點像海帶那個味道 因為有九層塔的關係 沒有那麼脆啦 對啊 最好吃的啊 你要喜歡是不是 這款要不幫你帶的 還好沒有讓包裝吃 請問這個木棒是 會有點辣 疼心 很廣塵的嫩心 嫩心 這個比較拿來打人的 對啊 我覺得它是木棒 隨身的那個 出來只會叫什麼 那還有什麼要買的 有那個什麼半天筍嗎 這個叫半天筍 長這樣子 那個呢 半天花 哪個嫩 兩個都很嫩啊 兩個可以做 你要吃這個是不是 冰檔花 對 你要吃哪一個 冰檔花 那我們就買這個好了 一包 我用這個啦 因為其實我剛剛不是講說 我在花蓮 大哥那個五花肉很好吃 為什麼要帶你們來這個市場 其實有個故事 有個故事喔 我以前很常來花蓮 然後我認識一個民宿的老闆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 做菜很好吃 很家常的那一種 對 他還有開一個小私廚這樣子 當然因為他現在身體不好 他已經沒辦法再做這件事情 可是 我永遠記得他帶我來的時候 大哥他買那五花肉 我們買回去烤肉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好吃 所以就是這一次 我會希望帶你們來 是如果我能找會那個 然後買個五花肉 對我來講那個是 我會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想要把這個美味 就是傳遞給大家 好 我們就這樣 那我們就買這個 那個叫小洋蔥 小洋蔥 好可愛喔 小洋蔥 菠蔥 那吃起來很辣 很嗆 這可以生吃嗎 就是生吃啊 它就是生吃 可以嗎 很嗆 它會嗆鼻子 這樣剝粿嗎 這樣剝粿嗎 對 好可愛喔 你看 因為小洋蔥的樣子 不要太大口 不要太大口 不要後悔 不要後悔 老闆說的 完了 準備水 完了 沒有人想跟你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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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味道很辣 太辣 很嚴重 好嗆喔 好嗆喔 這個萬聖節有用喔 那吸血鬼會怕 你味道很嚴重 萬聖節有用喔 很嚴重 真的很嚴重 滿有味道的 它那個濃縮味 你孤了 太辣 等一下跟Michael哥 交流一下 講話 你跟他講話 很強的 我的天啊 然後洋蔥味 就是完全大顆洋蔥 濃縮的 濃縮的 你要配這個 你配一下這個 今天去逛的市場 不太一樣 是因為他們有賣 原住民的東西 這些新鮮的東西 都是我 我很喜歡嘗試的 那個蝸牛蛋 為什麼後來說 這是好東西 因為它會隨著季節 它的產量會變少 調味其實比我之前 拍那家好吃 所以我覺得是 真的是滿幸運的 是非常適合夏天 喝啤酒的那種調味 真的 那個小洋蔥 那個味道 對 那個洋蔥 第一口的時候 它的後勁也是滿辣的 就是洋蔥味 可是我等一下 現在留在我嘴巴裡面 是感覺上 我啃了一顆洋蔥一樣 不是 因為你應該一咬 我不咬 我後面一鼓風 直接灌到我的鼻孔裡面 它有點像 我整個蘇醒 人家那個大蒜精 對 它是洋蔥精的概念 對 不是 你的問題 我們連後面都聞到 你就知道 我現在 我現在我整個嘴巴 對 你現在喊 因為你在我後面 對 風口又往後 我 我那整個嘴巴都是 散發的那個洋蔥味 你知道嗎 我等一下一定會比喻 給Michael哥金 我讓他晚上細細地品嘗 有時候那種個中滋味 散不掉我的那種 散不掉 我不能散不掉 他應該會帶 防毒面具 灰之不去耶 那個 真的是灰之不去 他比那個大蒜味還要重 然後還有比韭菜味還要重 他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帶防毒面具睡覺 另外一個他直接分房 哇哈哈哈哈 這個整個老百人 我是花甲之年鄭青春 我是少年鄭德藝 走 跟著我們去旅行 按上訂閱加上小鈴鐺 行程超無你的想像喔 快點快點 好很好一百塊